大家好,我是傅希秋晚的年纪的学生 我是傅莲 今天我要跟你讲一个故事 就是念高树 在奇妙的植物世界里 不仅有万五千桶的花 还有千奇文怪的果 又在地区上整个世间果树 它接触的果实 面子很像面包 成熟后放在锅上一口 就会显得出菇皮的香味 使起来酸醉带圆 味道也很像面包 所有人们又叫面包树 面包树高达十几米 叶片很淡,长米都是绿色 面包树营养分布 含有面粉、糖、蛋白质 而维生素的 面包树不仅可以当面包吃 还可以做成果酱 酿成果酒 面包树的种子成熟后 吃起来味道像栗子一样香甜 更有趣的是 面包树的汁、蛋甚至根部 都可以长出果实来 谢谢 谢谢